你来自中国吗? 在中国 我们在租摩托之前老板提醒过我们 在泰国骑摩托一定要小心交警 我们骑的时候是挺小心的 但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停车的时候 就这么倒霉 旁边就是警察局 还正好有一个交警就站在旁边 这个交警非常老练的把我们叫了过来 简单的问了几句 然后便跟我们套路起来了 我们没有国际驾照 所以在路上骑摩托理论上是违法的 不过我估计即使你有国际驾照 他还是有别的理由能把你给扣下来 原因吗?你懂的 紧接着我们就被带了往旁边的一个小屋 在进去之前 那个警察发现我们在偷拍他 然后就非常恼怒的 让我们赶紧把机器关了 进去之后 那个警察先是要求我们出示一个国际驾照 然后我说我没有 然后呢 他就给我们开了一张一千泰铢的罚单 我一听货 怎么可能罚一千呢 太多了是不是 然后呢 那个警察就 好吧 然后写一下 然后说写了八百 我一看还是不行 说太贵了太贵了 这个八百不行 就五百 然后经过最终 经过一番这个讨价还价 最终五百泰铢成交了 我觉得能和警察讨价还价交罚金 也是在泰国旅游的一大特色 交了罚金之后 我想起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罚单的证明 这张单子呢 是证明你今天已经交过罚金了 之后如果再有交警拦住你 你只要出示这个证明 你就不会再被罚款了 so if other please stop us to show the champion police station sorry the champion police station so I mean other you only like you too so we can go 刚刚 一停正好停警察局门口 我的天 经过这一番小波折之后 我觉得我们也够倒霉 没想到 这才是开始 我觉得我们这趟 这个泰国的旅行 都已经拍得太久了 这样 遇之后事 今天下轨 点准备 勿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